立法院的政府院长选举将在2月1号正式的登场了 而现在呢民众党的巴西立委到底会支持谁是备受外界关注 而在昨天的时候呢蓝绿的政府院长人选呢 也都接连的去拜会了民众党的立委 而其中呢包含了韩国瑜 他也去拜会了黄国昌 而两个人在受访的时候还当场来了一个大拥抱 可是也被外界执意了在2019年的时候 黄国昌当时呢是站到了第一线 出来揭闭韩国瑜岳父盗采杀石案 而现在呢看到这个两个人拥抱的画面 也令外界质疑说怎么前后落差这么大呢 而民进党团的总召柯建民 他在稍早的对这个画面 还有了最新的回应 我们听他怎么说 昨天韩国瑜跟黄河昌 两个抱在一起 那一幕是千古传奇 但昨天有一幕是 我认为表现得非常好 蔡宜昌说我只有跟我老婆拥抱而已 好不好 这是代表他政治智慧 好 我们听到呢 柯建民强调了 韩国瑜还有黄国昌 这拥抱的画面呢 是一个千古传奇 另外呢 针对了黄国昌呢 在日前是抛出了 单一招伟制的部分呢 柯建民他也直接大栓 这叫做十人牙慧在立法院的最新状况